外在明水路的豪宅有李登輝的孫女李坤宜 当年以1.31现金买下顶楼户 不过现在四年过去 他的房价跌幅却逼近四成 临近美丽华百货又在大指水岸前三排 李坤宜2012年以每瓶135.2万 买进大指豪宅10楼顶楼 隔年5楼住户也以同样水位单价卖出 不过去年8月2楼抛售 每瓶成交价剩下86.2万 资产缩水高达36% 包含就是说他的屋龄确实是相对久了 那以及就是这个屋主其实他持有的时间 本来就比较久 他当初的成本就比较低 所以他让价的幅度也就可以比较大 北市豪贼市场除了价跌连量也快喊不出来 临近敦化南路旁的豪贼 传出顶心二等微营交的女儿 魏妙龄要以3.75亿出售 不过苦等了8个月依旧没有买家 随着市场他其实有下修大概15到20% 所以他其实现在目前高楼层来讲的话 行情大概200万上下 他的金额是高于行情非常多的 一层一户的敦南院每户约155平大小 2012年魏家以总价2.8亿买进14楼 猜算每瓶约180万 如今享用单价一瓶241.9万卖出 总价价差就接近1亿元 有一些台商的资金回流之下 其实现在买器有 豪财买器有比较好一些 但关键还是在于价格的部分 有条价才会有成交 买卖双方价格难达共识 豪贼市场看来还得继续度小月 东三财经新闻江西连任台北报导 中文字枪 当筹源提方面也有 在返回福山西连任台北报导 他的文明会计行